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 The Scrambled Egg Burger for Soft and Fluffy Mornings 今天我们要吃这个早餐Scrambled Egg Burger with Sausage 它还有一个Chicken,Chicken是用炸的 那我们今天要试试看这个,看好不好吃 好欢迎来到今天乔林日志 今天乔林日志要跟大家介绍新加坡麦当劳的新早餐 这个我今天点的叫Scrambled Egg Burger with Sausage 然后它是长这个样子 Scrambled Egg就是像日本的那个叫什么蛋 我忘记叫什么,Scrambled Egg 它是,它蛋不是像水鼠蛋那样子啊 它是长这个样子,给大家看 Scrambled Egg 哦,很收闻哦 那还有cheese,然后还有我的sausage 然后今天点的是薯饼 这个是哈拉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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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酱是奇梨酥 这个酱是番茄酱 所以要先洗手了 好,首先呢 它里面蛋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上面是一层sausage sausage 这个挤的这个酱应该是美乃滋 哦对,酸酸的美乃滋 然后还有方方的这个 Scrambled Egg 然后还有再一个cheese 好,首先我会在蛋的这一层呢 我会自己 番茄酱 然后加上我的薯饼 然后再加上chili sauce 然后再把sausage dig 放上去 哇,给大家看一下的气面 這樣有沒有看起来很好吃 好,这是新加坡的新品哦 Scrambled Egg 然后我今天点的是with sausage 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是with chicken 然后chicken 那个是fried chicken 然后今天再搭配我的辣 嘿,好啦,开吃啦 干杯 好,首先吃给大家看 这横切面长很漂亮 对不对 让大家看得到我 好,首先它的横切面长这个样子 后面有人在修冷气 它sosage好好吃哦 它sosage好好吃哦 好,这样就不会炸到它了 sosage超甜耶 嗯 然后它煮饼也很赞 蛋 嗯 再喝一口的latté 很好吃耶 这一个套餐不贵哦 我给大家看一下多少钱 这个套餐呢 因为我是加latté latté是要加一块钱 所以原本这个套餐是5.5块 然后加latté是变成是6.5块 然后我今天有拿 就是公司发给我的那种Paper voucher 所以得了5块钱 这个6.5块今天5块钱 嘿嘿,我这身只要1.5块 嗯 很好吃耶 然后它那个scrable 诶,好松软 然后有点那种 带奶香 那种奶香是奶油的那种香气 然后它上面那个美奶汁啊 一点点酸酸的 超好吃 真的建议大家加薯饼 因为新加坡早餐呢 它有加薯饼跟玉米粒的选择 那我通常有的时候 心情好的时候会点加薯饼 那我需要温暖的时候会点加玉米粒 它sauce这个肉真的很赞 然后而且我是加上 番茄酱跟cheese sauce 所以那味道更棒 有点酸酸甜甜的在里面 然后加上薯饼啊 它那个马铃薯的香气 用那个油炸锅之后 那马铃薯的香气是更出来了 嗯 我把sauce饼跟薯饼吃完了圣诞 再喝一口辣椒 大家喝辣椒会加糖吗 我喝辣椒不会加糖 我喝辣椒不会加糖 因为它是湿润的 油嫩油嫩滑嫩滑嫩那种感觉 很juicy 然后它这个起司是 看不出是哪一种起司 只是有一点点 什么可以带盐味的去 小洋味都是干杯包 芋汁 沸汁 草汁 湾籽 花枕 酱水 蘸汁 花枕 然後新加坡的那個咖啡吧 是11點才開 然後如果遇到Public holiday 他的早餐是到12點 所以中餐是從12點之後才開始 然後因為最近那種印度的節日的新年又要來了 所以大家如果在新加坡先講一下 新加坡這邊有不同種族 華人 Chinese 然後印度人 India 然後馬來西亞 Muli 他們這三種種族都有不同的新年 而且新年都有放國定假日喔 所以我穿在新加坡滿好的 不同種族放一個國定假日 那我們台灣要不要外省人放一個假 本省人放一個假 然後客家人再放一個假 園豬雲再放一個假 要不要 他這邊的咖啡是 應該是 他那咖啡都有一點點色色苦苦的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麥當勞的咖啡 那我不喜歡他的苦就可以加糖 然後我喜歡麥當勞的早餐 他比較多選擇 然後比較清淡嗎 然後又比較簡單 然後五塊錢左右就可以吃到一層 還不錯 因為你去外面吃雜菜飯 新加坡叫雜菜飯 然後台灣其實就叫自助餐 通常都要五塊 就五塊是你有菜有肉啊 有一個主食 然後有飯這樣 通常五塊 麥當五塊解決 而且到處都有 其實要特別注意是麥當勞 在新加坡的麥當勞 他有三種不同的價錢 就depend你要去哪一家麥當勞 他的價錢會不一樣 我目前觀察到像 雙層牛肉堡 然後還有像蘋果派這些 冰淇淋 會比較特別不一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原物料 不一樣 或者是 原物料應該是一樣的 可能是電珠的關係 我在猜 還有就是他想要賺 就是觀光客 或者是遊客的錢 開在那種名勝的地方 像是賭場 聖討殺這樣子 Vivo City 價錢會比這種 新加坡人常處的店 會不一樣 我加了一包糖 有點像變成超市的拿鐵 好喝耶 我會慢慢享受我的早餐 通常我是先吃漢堡 吃晚服 主餐 然後最後飲料是慢慢喝 然後會跟朋友聊天 那我今天一個人來 今天是Pokemon的Mega Day 所以路上你會看到很多寶可夢 很多稀有寶可夢 平常很難抓的 然後攻擊性很強的 都會出現在今天 還有迷春姐 迷春姐好可愛 尤其是小迷春姐超可愛 我喜歡她的嘴巴 最後一口拿鐵啊 在嘴巴含久一點會比較好 那那個拿鐵 就是啊我會喜歡喝最後一口拿鐵的時候 就是你買的這杯最後一口拿鐵 我會喜歡把最後一口咖啡 放在嘴巴裡面久一點 然後讓那種咖啡的香氣奶香味 然後沖刺整個嘴巴 然後你沖完之後 就是你整個口腔裡面 都是那個 Ratte的味道 這樣會keep比較久一點 然後這也可以把你今天 Wake up就是換 喚醒 會比較有精神 好啦今天是喬林日誌 今天介紹麥當勞的新早餐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覺得新加坡麥當勞好有特色 而且它變化的很快 台灣的麥當勞你看到了嗎 快一點更新 對 讓我們的生活多彩多姿吧 我們下一次下次見 掰掰 然後我剛剛把我的拿鐵喝完 我的杯子留著 新加坡的麥當勞 你早餐你是可以去咖啡 去茶 還有其他可以幫你加牛奶 所以我這個是黑咖啡加牛奶 他要幫我加了 OK 所以我又可以再慢慢喝一杯 餅乾杯 我們下一次 冒噹 C uma小聲 是 酷 酷 晒 對 可以 然後 是 琳 Д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的話一定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